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看似聪明的行为,他们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,这些行为往往以聪明、机智、能言善辩的面目出现,然而,他们却可能对你的身价产生负面的影响。 例如,有些人总是喜欢纠正对方,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表现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,而对方的观点则是错误的,这种看似聪明的行为,其实可能让你的身价受到贬低,你有这些行为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帮人挂嘴边,见过不少爱鞠躬的人,只要帮了别人的忙,就优越感满满,恨不得满世界宣扬,使对方原本怀有的感激之情慢慢变为反感。 孔子在《礼记》中说,君子不自大其事,不自上其功,为人处事,最忌讳的就是自表其功,锋芒毕露。 老家的舅舅,就因为帮了亲戚的忙后,总挂在嘴边,令关系逐渐疏远。 表姐大学毕业时,舅舅帮介绍了一个本地单位的工作,起初两家人关系很融洽,经常走动,几年过去后,表姐已升为单位的中层领导,但舅舅动不动就说, 想当年还是我给你找的工作。 舅舅的话,给人传递的信息是,我曾经帮助过你,你应该记得这份恩情,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你,所以你要感谢我,回报我。 这句话在表姐心中埋了一根字,导致她们的来往越来越少。 其实,我很理解表姐,换作任何人都接受不了对方没完没了的宣扬,但凡帮忙,无论大小,双方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。 帮人的容易生出身心,被帮得下意识总想偿还,生活中,因为帮了别人的忙,就生出优越感,言行高调的,多是内心浅薄,浮躁之人,只想着宣扬自己的厉害。 丝毫不顾忌对方的颜面,真正聪明的人,懂得恪守礼数,掌握分寸,绝不会大肆宣扬,因为他们深知,嘴中居高临下的施舍,只会把关系推向破裂。 每宣扬一次,情义便会减少一分,做个高情商的人,做事行为谦卑,与人真心相待,总是要纠正对方。 现实里,有一类人说话时,很喜欢纠正对方,硬是要给出一大堆知识,来证明自己更聪明。 甚至有人,会一直追在对方屁股后面,来证明别人是错误的,自己是正确的,也有的人会辱骂对方,但是,这真的有必要吗? 这是日常聊天,不是辩论赛,这么剑拔弩张,关系能好吗? 我之前有个同事,刚来的时候,大家就发现了他这个毛病,不管大家说什么话题,他都要横插一杠,然后给出所谓的标准答案,时间久了。 大家一看到,他过来,就做鸟兽撞散掉,没有人愿意跟他聊天,坦白说,社交场合,没必要纠正别人,使劲证明自己的正确,这本来就是个闲聊的场合,有什么必要,来得罪人呢? 这种举动,实在是太小聪明了。 这种行为的心理动机,可能有很多,比如,可能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,或者是出于对错误的无法容忍, 然而,过度纠正对方,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。 首先,这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被尊重,觉得你是在炫耀自己的知识。 其次,这可能会让你的观点被对方忽视,因为你的纠正,可能会让对方对你产生反感。 最后,这可能会让你的身价受到贬低,因为你的聪明和机智,可能被误解为傲慢和不尊重他人。 县位讨好 在电影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中,主角松子学识与外貌俱佳,他本该获得惹人羡慕,却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 最后,被所有人嫌弃,孤苦无一地死去,他为了顺别人的心意,答应与校长共居一事,结果遭陷害,被校长侵犯。 他为了获得坏学生的喜爱,包庇该学生偷盗行径,反被对方只认是窃贼。 他为了讨好作家男友,找弟弟讨要钱财,闹得弟弟与自己断绝关系,男友还不感激他,凌辱了他一番。 松子的殷勤收获了一时感激,但久而久之便得理所应当,惯坏了那些被帮助的人,换来的是得寸进尺,索取无度,渴望得到认可并没有错,但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,都不是阿谀奉承来的。 有句话说得得好,真正能够欣赏你的人,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的样子,不是你故作谦卑和故作讨喜的样子。 羡慕讨好会让人在他人眼中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,给人留下缺乏主见的印象。 长期如此,个人在他人心中的地位和身价可能会受到影响,导致在团队合作或竞争中处于劣势。 此外,过分羡慕讨好还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失衡,使得双方之间的友谊或合作关系便得不平等,这无疑是对个人身价的一种贬低。 要摒弃羡慕讨好的行为,我们需要学会用真诚和尊重来建立人际关系。 真诚意味着对待他人要真诚、坦率,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,尊重则意味着要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看法。 即使我们不同意,也要保持礼貌和谦逊。 通过真诚和尊重,我们可以建立起健康、平等、持久的人际关系,从而提升个人身价和影响力。 总之,献媚讨好这种看似聪明的行为,实际上可能正在拉低你的身价。 因此,我们应当摒弃这种行为,学会用真诚和尊重来与他人交往。 从而提升自身的价值和人际关系。 小事不饶人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人对小事过于较真,不放过任何细节。 他们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,一个举动,甚至一个眼神而耿耿于怀,总想着要讨个说法。 这种小事不饶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,有些人可能会在言语上纠缠不休,争论细节。 有些人可能会在行为上表现出过分计较,不能容忍丝毫差错。 然而,这种看似聪明的行为,实际上可能对你的身价产生负面影响。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? 总会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,不饶人,甚至因为一些小事对别人大发雷霆。 小事不饶人的行为可能会让你在他人眼中变得斤斤计较,缺乏包容心。 这无疑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形象和人际关系。 在职场中,过分计较小事可能会让你失去同事和上司的信任,阻碍你的职业发展。 在生活中,这种行为也可能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,让人静而远之。 此外,过分关注小事还可能导致你忽视更重要的事情,从而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。 其实,小事情并不影响大局,但在小事上得理不饶人,往往会让人觉得你过于情绪化,难以相处。 放下小事情,以一种宽容,大度的态度,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顺,反而更容易走出来,平和乐观的心态,才是生活的制胜法宝。 也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感到舒适放松,宽容是治愈伤害的良药。 如果心里一直为小事生气,生活也没什么乐趣可言。 互相攀比 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人们更容易陷入互相攀比的陷阱。 有些人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、旅游经历或者生活方式。 试图向别人展现自己的优越感。 然而,在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虚荣心和对他人评价的过度关注。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,每次在社交媒体上都会晒出各种奢华的生活照片,让人羡慕不已。 然而,他却忽视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与他人的真正交流,渐渐地,他的亲密关系便得薄弱,无法建立真正的情感纽带。 他最终意识到,虚假的攀比只会让他远离真正的幸福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看似聪明的行为。 然而,这些行为却在不知不觉中拉低了我们的身价。 这些行为包括总是要纠正对方,小事不饶人以及羡慕讨好。 这些行为可能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,降低了我们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地位。 首先,总是要纠正对方的行为,其实反映了一个人内心的不安全感。 他们希望通过纠正他人来显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。 然而,过度纠正他人却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感,让人感觉过于自负和傲慢。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予建设性的意见,以帮助他人改建而不是一味的纠正。 其次,小事不饶人的行为可能会让人觉得你过于苛刻和难以相处。 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你的人际关系受损,让人感觉你缺乏包容心和理解力。 因此,我们应该学会宽容对待小事,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他人,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。 最后,宪美讨好的行为虽然可能会让你在短期内获得他人的好感,但长期来看,这种行为会让你失去自我,降低你的身价。 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,应该以真诚和尊重为基础,而不是通过宪美讨好。 因此,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看似聪明的行为可能对我们的负面影响,摒弃这些行为。 提升我们自身的价值和人际关系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生活和工作中更好地表现自己,实现自我价值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